大家好 歡迎收聽《網向快報》 這個特備是很重要的 今天剛剛宣判了 很開心 我不知道其他的主持是怎樣 這裡有我 柳先生 另外有台灣的許劉先生 第三位是加拿大的賈賈生 大家好 我們今天第一節的題目說一說 終極審判 三子慷慨 誠責令人欣賠 張秀賢 邵家遵行為可恥 必須譴責 我們先說這三個人 台仰都說開心 視乎你怎麼看 如果他們真的去到判監入獄 就完成了他們的公民抗命 無謂無懼 是不是有無謂無懼 有一點質疑 有一點值得雙確 不是質疑 有一點雙確 公民抗命真的完成了 看能否能完成到大家 就是他們今天臨入法庭的時候 都爆了咪 他們九個都有出來說說說的 要逐一個說的 爆了咪的原因不是他們說的事情爆了咪 是後面叫的聲音 群眾叫的聲音都爆了咪 叫公民抗命,无畏无畏,我要真普选,公民提名,我要真普选 大家都还有这个诉求,他们完成了公民抗命,究竟行不行呢?有没有真普选呢? 照目前来看,整个政制由占中到现在是没有改变的,没有什么分别的 起码有一件事值得高兴就是这件事终于完了,拖了这么多年了 没完,还差一个,陈淑庄 我们向他深切慰问,因为他今天一上庭就递交了医疗报告 然后就说自己的脑子里面有个4点多cm这么大的楼 可能是压力,压力很严重 是啊,其实他应该辞了一份工 应该休息养病好过了,香港的事就是不用他担心了 是吧?我觉得他应该辞工,然后医好脑子,然后出医院去坐牢 应该是这样的 复英,完成了那个刑责 是啊,要还的,过夜 就是这些呢,你拖着拖着,有个心结在那里 就好像今天邵嘉峻说的那句 今天终于可以引到成一块 他之前也有求情 之前有求情 之前有求情 就是那句,希望陈淑庄做日康复 也很严重的,因为做完手术可能是粮性恶性 我见过朋友也做过类似的手术 然后还要留个孔,不要封住 在脊髓那里,就要有空 定时要打抗生素 因为他不知道是什么菌 很大件事 希望再康复 有人向他咒骂 我觉得台阴说得对,一件玩一件 我们说回三子 三子他们其中两个要坐牢 坐了16个月,一个是大耀廷 一个是陈建文 朱牧 都16个月的,但就承认 他们都很慷慨地 入狱 有些是什么 想走脱就走不脱 邵家峻那些 邵家峻就走不脱 我想对他也好,因为他也有健康问题 入狱可以做运动 有营养师看着他饮食 我想对他病情也好 而且原来我们香港的议员 这么多病痛 他是不是都应该要辞了那份工具呢 究竟他会不会被DQ 过了三个月 看一日的宣似 梁君彦就很快就回应了 要咨询了足够的法律程序才会啟动 大家等一等 某程度上邵家峻在我的角度来看 这个人是很缩骨的 当初我们回顾一下 为什么我们选择邵家峻 他一开球就是十四肢 一开球就是占中十四肢 三子加十四肢 邵家峻说自己十四肢 你说要盼死的吗 要跟随Benny 不知道经常拿个鼓 在那边打的 We will back 其实他是在占中的时候 就是在台上做咪手的 其实他一直都在社工界那里浮浮浅浅浅 接着在占中就弹起了被人认得 有助于他那时候参加功能组别里面的社福界 社福界那里被他当选了 老实你自己那天这个位置很明显是你 在占中那个勇武的表现 你今天勇武到某程度 一定是要付出某些刑责 然后你又说死事 死事到后来又缩骨 又说唐尿又那样 又说不想坐牢 又说要社会服务令那些 那些很缩骨 所以今天看到在囚车拍出来的样子 隔着囚车拍他 有一些白感交集 因为他是义主 你有公权力 你明白法律 你都跟着去做 那你就是 那时候还没有公权力 做的时候还没有 佔中的时候还没有 那是因为转松 其实大家认为这一次是过轻过重 过轻 那时候是这样的 一开始我们也有谴责三子 就是说他们有问题 因为他们自首了之后 就说觉得政府用一条比较重的罪来起诉他们 就不好 我们回答一声 然后他说不要 那他们就不会认我这条罪那么重的话 免得对于往后一些犯了类似同样的刑责的人 就会判得很重 那就很惨 我不是为自己 我只是为了之后的人 那如果 我自己看 那这次这么大型的抗争运动 搞到这么大一件事 这么多日 人数也是 历历之管 如果带头的三个都是16个月 我想都是比我预期中意料之外的轻 你觉得呢? 我也是觉得轻了一点 但是始终从这么久 其实我都很疲惫 看到这些新闻 16个月都是算下收货 我就是这样 我看到是这样 加三你怎么看? 我觉得技巧很好 怎么说 你们搞这么大一件事 如果在古代 我当然是钉你上十字架 不用说了 但是现在是钉你上十字架 如果在古代 那些 就是钉你自处死 是会这样的 因为要恐吓其他人 那现在他是变相 是说 你哪个以后 有头有面的 不懂死的 就坐监16个月 开了个例子 那其他重熟的 就轻一点 就是 就是 刑罚的目的 不是在于杀鹿 而是在于恐吓 现在他最重要 就是 我看过那个官说 那句 你们是没有悔意 对于自己所做的 影响到其他人 你就不要说对不住 这句说话 就像重要点 就是说 你们这样做 你们说是为了帮人 但是实际上 你影响到其他无辜的市民 你们没有说到 是的 我现在都没有 我罚你们 是因为你们有头有面 你们想说这件事 证明是正义的事 但是影响到其他无辜的人的事 将它变成一个 就是 将它证明 就是 我指证明是 什么 将它合法化 合理化 这件事是绝对不可以容忍 我现在判监 判你16个月 是一种 已经算是小情大戒 因为你们每一个 第一是上年纪 第二 你们有头有面 嗯 所以 所以 阿加坚也说了重点 今天就是 那个 判决那个 法官就是 劈头 就说了这一句 那就是 其实是对的 很多时候 其实很多 参与过这个占领运动 或者所谓的黄尸 心黄 什么都好 黄尸 就是 黄尸 尸体的尸 也好 他们的角度就是觉得 这个是公民抗命的运动 他们是没有罪 或者是怎样的 但其实 如果你看回 占中三子 就是 戴药庭所说 爱与和平 占领中环 爱与和平 为什么要搞到催淚弹 其实 有些人就说商行升级的时候 是一个分岁 代表他们已经使用了暴力 不过 其实反过来 你就算 你令到 你令到 警察要施放催淚弹的话 其实 你已经是对于 警方是造成了一个 他们是一个恐惧 可以说是自卫 或者才需要用 那些催淚弹来驱散 他们会造成社会恐慌的 你放催淚弹 始终是 是 你说爱与和平 就是只限于 他们阵营的人 比他们影响的人 我们在节目也有些留言 之前有些人 有我们的网友 因为占中而导致他们 生计成问题 生活成问题 他们是很无辜的 实际上 有没有爱与和平 占中三子应该说 我承担我的责任 这就是说 我犯法影响到其他人 所以我会承担这个责任 这些是好的表现 但是你不可以说 我对社会的影响 是要依求我的标准去做工 每一个人的标准不同 但是你说依法 政府决定告你 社会决定告你 就不能够到你说的 你猜你是谁欲王大帝 还有一件事 其实他们 你占中三子 跟他们本身那时候宣布 三子加十四事宣布 外与和平占领中环 这件事呢 其实是 跟那个占领中环 真是这一次的占领中环 这么多的占领中环 其实是两件事 你那时候是想着 在中环一个核心地段 然后可能霸两天就会闪了 但是你这次不是 你放一两天闪 就可以根据你的敌族 因为你是计划了这样做 你放一两天闪了 就告你想告那条罪 但是你占了七十九天 你就要一条更大的刑责 这件事肯定 你看回戴耀廷本身的原意 他才说 占领中环 就是一个在香港很重要的中心地方 癱瘟到一个社会 或者和政府 他很重要 他说 癱瘟到政府的运作 就是对政府造成影响施予压力 让他们了解到大家的诉求 你不是的 你跟着中环 那些中环的下角度 旺角 甚至乎尖沙咀的铜锣湾 那些 你不是影响社会 政府的压力 是给到普通市民有生活压力 你是区劫了 你是绑架了市民生活造成压力 你觉得市民受到这样的生活压力 是希望逼使到政府 答应你那几件事 而让你松绑了这一样对社会造成的压力 不是啊 你驾劫了整个社会 就是一个字一夹 基本上是 现在所有少数反对派的绝招局夹 是啊 你是逼市民去受苦 而等政府大发慈悲答应 那几件事 大家见不见他你要政府答应那几件事 不知道大家 大家到一到我们看回整件事 他那时候要求梁振英辞职 重启831 公民提名 哪里有可能啊 这几件事真是 你要这样夹市民来逼政府这几件事 其实去到10天8天不行的 已经是市民已经开始爆了 你是 是啊 如果政府答应你的话 就变成了香港就没有法治了 所以要跟程序 有程序正义的嘛 你没理由这样说 他们认为程序是错的 他们现在是把他说到 程序是错的 我看到现在他们的办法就是 为什么当初有这件事发生 是什么梁振英放催泪弹 只是梁振英放催泪弹 不是梁振英放催泪弹的 我不是说叫你们不要抗争 你们跟着带耀廷的办法去 就应该不会有事 应该大家记起7-1的时候 那一年的7-1 是不会有事 但是你们没有这样做 你们被激进派夹了 要搞最大的 希望搞到很大件事 那班人夹了 整件事都可以 是啊 没错 其实你变成了商学 这样就推了大耀廷 叫他们 你们三个来 那现在就要再数下去了 跟着其中一个 那个张秀妍 这个又要谴责了 喂 你有份 就是他在台上 他坐最少 他是坐最少那个 张秀妍 张秀妍 200个小时的社会服务令 但是如果给了张秀妍 就是我们曾经说过 最年轻的这两个 那个秀妍都是换营的 就是跟高达一样 就是可能不知道 判人十几个月 十几个月 十几个月 然后就换营了两年 就是跟朱牧一样 一会就变成今晚 都可以在家 但是就是 你换营两年 这两年里面 你不要犯同样的事情 那就OK了 他人生没那么精彩了 真的 不是哦 都要按底的哦 其实 他是有犯的 有按底 不过不用去坐监换营 让他出来 其实他也是一个罪人 就像张秀妍那样 这个就最离谱了 那时候他其实在 占中三子在台上宣布 占领中环正式启动的时候 其实他在台上的 又要回带一下 就是他也有份的 他其实是在台上的 确实不同意哦 其实在台上的事情 嗯 但是法官就说 不是哦 我看到你 紧握拳头的哦 耶的哦 嗯 他那时候呢 他就拿过感化报告嘛 那就 他说 他PK就PK了 就是什么呢 我这里就很认真 就是如果 不知道法官会不会看到这件事情 是 那他就说 叫那些身边的人呢 就是感化官呢 就叫他找那些身边的人呢 就帮他写什么品格证明啊 就赞写报告啊 那些 交给法官和感化官那样 那接着 他说 嗯 等一下 这里 是的 接着他就想找一些 其实 相识到不是很多时间 或者怎么样的人 就是多些人去写一些 这样的东西 其实 不认识我都可以的 可以写的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都可以的 那你这些都叫是吗 就是叫是品格证明吗 他都不认识你 哦 他在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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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网上说 然后他这句就是 离了大谱 这个品格证明呢 不是求情信啊 不要为我求情啊 借借的啊 哈哈 还说不是啊 你又要申请社会服务令 但是又说自己不是求情 你这么缩骨也有的 这些真是 真是缩骨也 他那么小的就那么缩骨 这个人是很卑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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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非常不希望收到大家的信 其实 一来呢 为什么呢 我不认为自己犯过任何错 你这么都行 他不犯任何错 但是你都说我写封 他有求情 有刀我带耀廷配席 最好我只是把你夹上招 有威我又要拿 他说不想大家觉得我收你们的品格证明的信 这些就是品格证明的信 他说这些就是求情信 品格证明的信 他说不想大家觉得我收这些信 或者交信等于投降 那你真是有架嘛 今天你在庭外那里 我看你拿着的 我说自己印了二百多封 二百五十封出来的 这个真的很可悟 这个人是很卑鄙的 还判最轻的那个 不是的我是政府会的 政府是会的 因为政府是需要找个这样的人 告诉你这个坦白重宽抗拒重严 你里面不齐心有内鬼 我就会放过你的内鬼 我已经说你张秀賢可能是内鬼 不可以 你有事的时候 你一开始在报纸上 说我有抑鬱症 在扮小强 这个人 有事就说我抑鬱症 三岁死的老爸 自小被人欺负 是不是 其实他在最后都知道 大概呢 那个法官 问他能够报告 但是他都知道自己应该是社会服务力硬的了 喂 只不过出个这样的社会 post出来呢 带着头批 我不是求情的 我不是求情 意思是 我不是求情才有得换营 我是求情 你是求情 所以你有得换营 我告诉大家 这个人 就是 这么多人里面 最无耻卑鄙 他在这里出卖了自己的盟友 相对起 三子 戴耀廷 和陈建文 拉我坐监好了 不要拉朱木 那种风高亮智 这个人是多悲乱 如果他敢出来搞社运 谁在亲近他 大家都要小心 这个真是毒蛇 你请他做事都不行 这个人 当然了 自我中心 你叫他做事 出了时 一定是卖给你的 你是我师傅 招痛死你 有钱我不找 他是这样的人 那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网上有些相片 拍他们几个被人押他 那个叫做 就是押进去荔枝角 给一些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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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定的时候 不知为什么 拍到戴耀廷 戴耀廷 戴耀廷笑得很松容 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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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流心生 又是陈建文 那个样子都很正气 是邵家中的样子很真灵 我真的觉得 哇 这些 他很不上去的 他就是我不上去的 看他的样子 他不上去的 但见他眼神都很凌厉 又是唐烈 怎么上到眼 是不是很快很多 王浩鸣有少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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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少少 叫大家脱定皮带 什么什么 不要再有绑带 是啊 不要紧了 王浩鸣 我现在跟王浩鸣说声 你出来就追回我们 王浩鸣的帖子 是不是 是的 多谢他留意我们 是啊 你申请社会服务令 都不行了 那他的立论就是说 我们要抗争 我不可以让他用一条 那么厉害的法例告我们 我也是那一句 你们现在是搞革命 革命不是请客人 你们跟着戴耀廷那一套 你们就不一定要坐 但是你们又要夾他 又要夾他 放他上神台 自己在下面操作 架空戴耀廷整个运动 有什么好说呢 三字咯 不是三字咯 不是三字咯 上学咯 那时不是 和你们这群牛鬼蛇臣咯 你们这群牛鬼蛇臣咯 那些 那时 有要回大家再说一件事 我们今天 要是等人再再说 说完这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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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耀廷先 戴耀廷的监狱回望 监仓回望 那时他只不过是占领中环的概念 那时他在说你 在酝酿的时候 说一下 我那时也有看到 有一个电台节目 请了上去说 如果要你牵头去搞这个活动 那你愿不愿意呢 然后他搞得好像决志信主 那些 我愿意 是因为你们没有人肯 是因为你没有人肯 他觉得我既然提出了我的责任 他是一个君子 他是一条硬汗 他硬不硬的硬汗 硬不硬的硬汗 他硬不硬的硬汗 他起码他说的 他答应他会去做 这一点是对的 是真的 到最后是框框声的 他跟陈建文 帮朱木党那一刻 是真的响的 是的 那时 宣布说他肯搞这个叫做 带头搞这个占领中环 那跟着就那些什么 十死事出来骑劫 可以说 那还有商学 那我们跟着那两节 大清算 十死事下一节 好 好 好 �